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又是9月了,又到了我们收牡丹种子的时候了 大家都别忘了收自己的牡丹种子 那么这个是我10天收下来的种子 通过10天的阴干 种子这个尖都是自然开裂了,种子给掉出来了 而且它们已经从棕色白色变成黑色了 那么慢慢自然成熟 自然成熟我们还是采取这个枣 如果要阴干,让它早自然成熟的话 对种子发芽是大有好处的 大家看到,这都自然开裂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 什么时候摘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这三个大家看到 刚刚开裂 里面有白的 有棕的 有黑的 这个时候摘下来的是最好的 阴干10天8天 这些种子就自然成熟了 那么 如果像下边这两个 已经黑了 有些种子已经掉出去了 那么就有点晚了 那么晚了的话 它就容易失去水分 对我们 种子发芽 发芽率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看到这是阴干 以后掉出来的种子 这边是 可能自然不会再掉出来 我们用手把它拔下来就行了 因为 它们有些是卡住了 有些是 有年也粘在里面了 那么 接下来怎么发芽 怎么解除休眠 那么 我呢 去年是有video的 那么大家可以 看一下 好吧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